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专辑李第一首发的第一首单曲 他的歌词写的部分其实我是特别喜欢的 我对我的梦有种迷恋 大于痛苦大于这世界 其实他讲述的主要还是就是 每个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的那种追求跟坚持跟不甘 也希望就是不管是我自己唱出自己本身的经历 又或者是唱给各行各业正在追求自己梦想 然后正在坚持路上的人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吧 我爸爸其实从小到大有一个歌手梦 那叫耳濡目染吗 有这个词是吧 就是从小到大在这个环境的那个熏陶下 然后就是特别喜欢唱歌 我们家境也不是特别好 原本是可能会重商 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学会计那些的 当我高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刚好就是中国好声音开始特别火 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很多很优秀的歌手 然后在台上就是演唱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那种实力 还有在台上的东西可能就是我向往的 从小因为家里就是开始就是说中文 然后又或者我们会说明南话 第一个写的字除了一二三四到十以外呢 好像就是我 因为那时候老师还说了很大的含义 说因为这辈子就是我是特别重要的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我 然后不管到以后来怎么样都不能忘我 所以就是我这个姿势特别重 因为万事起头难拿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到了现在 我都特别喜欢中国 从古至今的那种文化 其实是特别特别美的 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排斥去接受这些东西 你当你开始去接触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这里是一个特别 你从来没有感受过可能听过的故事 所以很鼓励大家来进来这个世界 从小到大我都这么觉得 艺术是脱离不开文化 我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 可是我就是骨子里就是一个华人 那我是说中文的 那我肯定是要把我这些文化放在艺术里面 所以才会想说那我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地方 那里有更适合就没有了 所以我还是就没有考虑太久 其实我就决定过来了 我刚来到中国的第一天 然后我刚坐上飞机的那一刻 我想哇都是说中文的人 就很难得你知道吗 坐上飞机的时候那一刻的时候 这一次真的就是来中国的感觉 第一道吃的菜就是糖醋里鸡 然后像什么汤包那时候也有 然后还有叫花子鸡 然后来到这里过后呢 吃到这些东西就发现 哦原来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味道的 一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其实会很介意 你听到旁边的人去批评 你都会难过 更何况是不认识的人 为什么会有人要这样子说我 然后怎么样 可是到了过后会发现 当心智比较成熟的时候 就慢慢没有这个感觉了 就是会觉得那别人怎么说 都是他们的事情 我最主要就是做好我自己 今天要准备要音乐会了嘛 然后又要录音这些的 然后现在手上 一首歌的词好像有大概已经写成的 就是四五版了 然后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 比较就是一见钟情的 所以现在还在就是各种抹合中 我这一次会回马来西亚 然后就是陪家人过 妈妈的味道 我觉得不管每一家还是怎么样 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妈妈味道 他可能做的菜不是特别的那种 丰盛也好还是奇特也好 可是就是那个味道是特别的温暖的